沒有保險,比有保險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就是英國所謂的patient paradox 你現在讓我選擇 我寧願老爸是沒有買醫療保險 他如果沒有買保險 如果他沒有做體檢的話 我相信他今時今日還在這裡 其實膝蓋為什麼會痛? 其實膝蓋痛不是膝蓋痛過淺 總結了三個比較容易做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叫做單腳屌屌 膝蓋痛不是膝蓋的 而是醫筋膜的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上個月我時髦脫落 做了手術 這個月由於在家裡養病的關係 我就不停在研究香港的醫療保險 自願醫保、深圳的醫保 保險的陷阱、病人的投訴 和反省我自己家人的親身經歷 讓我發現了一個謀論 沒有買醫療保險的話 老老實實 我爸爸可能現在還在這裡 不過他今年已經很不幸地 五月份過了身 如果我自己有買到CEO的醫療保險的話 當然可以收取將近14萬元的醫療費 不過肯定不止這麼少 我要埋單那張單 由於有醫療保險的話 應該不止這條數 也有可能我現在還不停在做手術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是所謂的過渡醫療 這次發現的過渡醫療 可能就是高端醫療的密切相關的關係 我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這條片也會分享 由於我在家裡養病的關係 長期沒有運動 我發現了新的問題 就是我膝蓋開始痛了 我怎樣可以在一個星期之內 治療好我自己的膝蓋痛呢?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你有相關的朋友看 還有留言給我 現在去片段 剛才說醫療保險 因為我視網脫落之後 我有很多朋友又跟我聯絡 原來有很多朋友也有同樣的經歷 不過我另外的朋友 他是去年視網脫落的 由於他有買CEO 即是很高端的醫療保險的關係 他就去了前前後後 去了十幾次覆診 反彈覆覆 做了很多次的手術 最後是七十多萬埋單的 私家醫院 私家診所裏面 那七十多萬 對他來說無所謂 因為他有買醫療保險 他就給了自己的賤底費 對我來說 我覺得更加關心的是 做多了很多次的手術 為什麼呢 事某某脫落 你需要不需要 覆診的時候 做多了五次、六次、七次的手術呢 我自己不是醫生 我自己判斷不了 我的朋友捱多了幾刀 和CEO的保險 有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有病的時候 如果你要買醫療保 你夾在保險公司 和醫生中間的你 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一個豬肉 肉在砧板上 因為我們都不是獨醫的 我不知道這個手術是否必須 保險公司當然想省錢 他不想賠 我相信大部分醫生都是有醫德的 都是想有必要才幫你做這個手術 不過我不排除有小部分 或是一兩個人 他想做星球人或是月球人 他想見到一個豬肉在 他就不停碎你做新的手術 為了拿到更多錢 他可以買多一層樓 炒多些股 和他老婆去日本購物 那你真是那塊 肉在砧板上的豬肉 為什麼呢 因為你買了這份CEO 醫療保險 這是無上限的 有些是去到五千萬、六千萬 即是他能獲得到的錢 這是英國所謂的 Patient Paradox 這個Paradox 即是謀論 即是一個大家值得反思的問題 有病就要看醫生 有病就要治療 這個大家從小到大都知道的基本常識 年年體健身體好 早發現早治療 病向淺中醫 這個都是一個common sense 不過事實是 我告訴你一個血淋淋的事實 如果 現在是2024年的8月份 如果去年這個時候 我沒有叫我爸爸去做體檢 我沒有叫我爸爸去做體檢 他現在應該還在 不正如我這樣想 連我爸爸的老婆 因為我爸爸和我媽媽來了婚 我叫伯母 伯母也是這樣說 他現在回想後悔 他說你爸爸八十多歲 不應該去做body check 為什麼呢 做完body check 醫生就會碎他 這裏不妥 那裏不妥 要做手術 就是那樣東西 你原本是走進來的 你出去的時候就躺下 你是一塊豬肉 因為我爸爸是買醫療保險 而他的醫療保險 在大陸他供給最貴的醫療保險 就是肉罪砧板上 當時去年八月份 我爸爸又是 我年年叫我爸爸去做體檢 他做完體檢之後 就說他大腸那裏的樓 是5.5cm 當時Auntie就跟我說 要立即做手術 當晚立即做 我說不要不要 你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們找第二回合 我就找我舅父 我二舅父是醫生來的 二舅父就說 都同意的 就是找第二回合 找一間好一點的醫院 再檢查過 因為第一間醫院的醫生 可能真的他今年不夠目標 他想做多些手術 結果去了第二間醫院檢查 那個是大陸叫三間醫院 華西醫科醫院 四川大學的附屬醫院 也都是整個西蘭地區最好的醫院 全中國排名No.2的醫院 醫生都跟他說 他要做這個大腸腦的手術 如果會爆的 而且都不讓他回家 立即要做 既然這麼好的醫生 專科醫生 就是最好的醫院 都說他要做就做 做完之後 我爸爸原本很生眼的 身體一落千丈 雖然是微創手術 這個真是血淋淋的教訓 給我就是 他很快 他去年八月份做了手術 九月十月不停入醫院 然後我今年回去的時候 他已經躺在這裏 起不了身的了 他原本可以起身的 他原本就見到我 他抱著我 嘩 很多話跟我說 他完全不說話了 已經是 退化得很厲害 雖然是微創 微創手術很貴 由於他買保險的關係 那間醫院就 我想有幾十萬的保險費 我們家裡自己給的錢很少 我們給了十幾個百分 我記得他煎了八十幾個百分 八十五還是八十六個百分 給了幾萬元而已 不過醫院就 煎到保險 社保那邊煎到幾十萬回來 我自己覺得現在回想 你現在給我選擇 我寧願老到是沒有買醫療保險 我寧願他沒有做這個體驗 他跟這個病共處的話 他應該還在這裏 我和舅舅再研究過很多次 都覺得這些所謂的5.5cm的臨界線 就是那個醫生想你做手術的 就是jargon 他覺得一定要你做手術 因為照那些腸 究竟是5.5cm 5.4cm 5.6cm 就是有很多醫生說的 因為那個東西是動動的 他為何照得出來 他判斷的尺寸有多大 和危險性 那是醫生作主 病人永遠都是那塊豬肉 如果你是沒有醫療保險的話 你沒有這個必須的話 其實他不會跟你做的 你用很大的醫療保險 我老到的醫療保險 我記得是幾百萬的 在後面的話 他當然是覺得這是一個生意 遇到一些想找生意的醫生 和我的朋友 我覺得他這個視網 我脫落沒有理由多做五、六次 我其實一次都搞定了 為何他要多做五、六次呢 要做雷射等等 是否一些不必要的過度醫療呢 英國這本書 《Patient Paradox》 就叫做病患的博論 或者妙論 他是一個家庭醫生 他說 腦動物瘤發現了之後 應不應該醫治 因為手術的風險很高 子宮片的篩檢 應不應該做 他都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因為這個醫生 統計了所有的統計數字 做手術的風險是高於做手術 這件事就解決了 我一路的迷思就是 OK 我爸爸做了手術 他全活的機率 原來只剩下20% 他不做手術 他有很多個大腸瘤 可能有十年八年都不爆 那我當然要那80% 因為這個很簡單 好像賭桌上 你買大小 或者買八家樂 有些賭博的成份 作為醫病人來說 我們是不能說的 醫生是莊家 他都說了事 我已經找了 second opinion 我香港找多個馬里醫院的醫生 個個都說應該做 不過分辨了一個問題就是 我爸爸86歲 他承受不住 即使是微創手術 因為手術 其實你真的不是一個大手術 是一個微創的手術 同樣的手術 其實智偉哥也做了 曾智偉在台灣的時候 碰到我 他也跟我說他也做了手術 這個微創手術 不過他六十幾歲 他捱得到一刀 你八十幾歲的人 你是應該選擇和病共存 還是做手術 而你做手術的風險 是這麼高的時候 其實醫院有沒有考慮到 這件事呢 英國的這個醫生就說 胃出血發病的率是0.05 即是說二千個人 只有一個人胃出血會自死 那你需要不需要做這個胃出血的手術呢 他就有個問題 發病毒這麼低的時候 做手術的風險會高於發病毒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去考慮做不做手術 香港在十幾年前出現了高端醫療 其實我看了很多這些關於保險的影片 就說是AIA發明的一個生產品 是以前給那些公司的Exactive 或是CEO的一些計劃 以最早期的醫療保險就是 例如說秦房一天給500元 你攜移 手術給多少錢 接著清潔傷口 覆診了多少錢 門診有多少錢 每樣和你之計 那就是很複雜的 那十幾年前就出現了所謂的CEO 高端醫療就是 讓那些公司買給那些CEO 就沒有上限的 全都有攜移 原本攜移到幾千塊 或是1千塊 因為那些下跡增加到1千萬 2千萬 有些去到5千萬 當然,你給了這麼多錢,就像那些製作餐一樣 可以吃鮑魚、魚翅、黃地蟹、三文魚,可以吃 當然,你要給了一個價錢,製作餐的價錢 CEO的計劃當然比普通醫療計劃更貴 所謂的醫療費用是無上限 當然,對於客戶來說,除了你給佔底費 你也可以零佔底費 你給佔底費後,你用最高端的醫療都無所謂 因為他去佔底費,就無上限 就如馬爾代夫的W酒店 由三餐到所有活動,潛水,玩浮潛,做瑜伽 全部都包含了,喝酒,吃東西 全部都包含的時候,人們就很放縱 即是Wallway Free 想不肥也難 你去完這些超豪華的度假村 其實我去過那間W的 真的重了兩三磅回來 不過,如果有這些 Wallway Free CEO 醫療保險的朋友 你要小心,你回想一下 你吃的東西就無所謂 你做多些運動就消耗了 你接受的醫療,也可能是普通人的 正常的很多倍 因為你面對醫生便知道 原來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這是一個肥豬肉 他可以獲得五千萬元的賠償 當然,如果醫生沒有醫療 或者醫生想賺多些錢 他想加多些錢在保險公司那裡 他做數數的原因 他做數數的價錢會變成天價 我都看了很多條片 有所謂的Black List 那些Black List說 有些保險公司 我都不開開名 Bupa曾經是公開過香港 有些醫生是Black List說 他們就是把那些普通的價錢 去到天價的 就會做些不必要的手術 去到天價先說 譬如說 他原本那個醫療的費用 那個巡房是一千元 同樣就變成五千元 如果他要保險的話 那就是因為醫療保險的問題 因為有這些這麼高的醫療保險 他可以多些 有些人會想辦法多些 我覺得多些都算了 那個是保險公司 和醫生之間的博弈 他們兩個去爭取數 另外就是 所謂的不必要的醫療 即是過度的醫療 那時候就關我事了 這裡有個網友就說 他有五十肩去看骨醫 骨醫知道他買了這些 很高昂的醫療保險之後 就叫他做手術 因為這個網友 自己有這個醫療的知識 他就說 五十肩其實是用自己做儀器 加上這個物理治療 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一會兒我也會分享一下 關於甘膜的問題 其實因為我現在也有些膝蓋的問題 一會兒會分享 於是他就沒有接受 醫生的建議去做這個手術 他要買了儀器 加上自己拉筋 現在已經好了 現在回想一下 他真的很聰明 雖然他有這麼大份醫療保險 他都不需要自己付錢 他就避免了多捱一刀 因為捱刀那一刻 對健康的影響 不是錢可以彌補的 我現在回想一下 我自己也有一個類似的個案 因為我以前在公司那時 有醫療保險 連牙醫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那份醫療保險是很高端的 我在二十幾歲之前 其實我是牙痛的 接著我去看牙醫 他就叫我直牙用 剝了直牙 我現在回想一下 其實是多鬼魚的 因為那時直牙已經很貴 他問我拿了醫療保險單 他就說你可以看得到 他就幫我做了直牙 其實我現在是後悔的 因為直牙 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非必要就沒有去做 因為直牙 你看得到很方便很簡單 他是有壽命的 他可能會比你的短命 我兩隻直牙 最後都拔出來了 我二十幾歲做的那些直牙 就是因為保險可以做到的關係 我就覺得 其實如果不剝直牙 我有隻真牙在這裡 好過做直牙 OK 同樣的手術 同樣的物料 同樣的醫生 因為你的保險不同 那個收費都不同 濫收醫療費用 其實很多媒體的報導 裡面都有說 政府都嘗試去監管 私家醫院的醫療收費 我覺得這個最多都是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和醫院 或者醫生之間的爭執 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更加關心的是 我會不會無故捱多幾刀 令我更加短命 我爸爸 我真的覺得他是冤枉 他如果沒有買保險 如果他沒有做體檢的話 我相信他今時今日 他還在這裏 他還在這裏 這個傷害 捱多幾刀 這個傷害是大過銀子的傷害 銀子 說真的 你買了保險公司 不是來的 是保險公司賠給他 我不是說有病不需要看醫生 大部分的醫生都是醫治得很好的 他真的幫你做手術 即是需要的手術 這裏也是香港成為 世界上最長壽的原因之一 不過如果配合保險公司 這一個無上限的自助餐的話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有一份這麼貴的醫療寶 放在你頭頂 令到你變成一個肥豬肉 那時候 你肉在砧板上的時候 你也要想清楚 醫生跟你說的事 是否你必須要做的手術 我建議大家 找多些2nd opinion 或者3rd opinion 才決定做不做手術 特別是醫生一來問你有沒有保險 要看你的保險單的時候 這個我覺得是極度危險的 對你自己來說 中文所謂過由不及 我婆婆教過我 有一句說話叫做 盡信醫不如無醫 這個都是中國傳統的智慧 你都沒有相信一個醫生說 你最好就是找多1、2個醫生的意見 其實這次我是長期躺在這裏的關係 因為醫生要求我十幾個小時 然後趕在這裏睡 到了第3個星期 我就發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我膝蓋就開始出問題了 上樓梯那一刻 因為我住村屋居 我要上樓梯的 上樓梯那一刻就開始冤冤痛了 加之現在有一些天氣潮濕 下雨又冤冤痛了 那我就開始 因為這段時間 我真的有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件事 我就研究怎樣 其實膝蓋為什麼會痛 其實膝蓋痛 不是膝蓋痛 膝蓋是骨 骨是沒有痛感的 骨頭和骨頭之間 其實膝蓋痛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是你甘膜的原因來的 正確一點來說 其實你甘膜發炎 什麼甘膜呢 我這陣子很空閒 我每天看了幾十條醫療的片 廣東話有國語更加多 我之前也有一條片 大家可以看回 我在北國有一個醫生 叫Dr.Grace 他專門做甘膜的復健 我現在病病 我不方便找Dr.Grace 他也教了我甘膜和骨頭的關係 其實甘膜是一個組織 簡單來說 就好像是一個吉仔裡面的那層衣 白色那層衣 它好像蜘蛛網那樣的東西 它是連接了你肌肉 和你的肌肉活動的組織 所以你總之腰酸背痛 五十肩 手很少痛 膝蓋痛就幾乎好像我這樣的年紀 連過半百的人個個都有 那麼甘膜呢 其實它主要是膠原 膠原的組織 膠原的纖維 它有縱向和橫向兩種 所以甘膜就很關乎你的痛感 甘膜不碰 你就會到處都痛 所以其實 最後我看了一些醫生的建議 就是怎樣把日常的知識 回到中立的位置 放鬆你的甘膜 然後補充甘膜需要的原樣 這樣就可以令到你解決了膝蓋問題 膝蓋痛不是醫膝蓋的 而是醫甘膜的 看了幾十條的YouTube上的片 總結了三個比較容易做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叫做單腳屌屌屌 是的 單腳屌屌屌是怎樣的呢 台灣一個醫生教的 就是用一塊磚頭踩住 然後另外一隻腳是屌屌屌屌 個人要站直的 屌屌屌屌一天屌一百下 第二個方法更加方便 其實我之前也聽過很多次 我也都見過公園裏面很多人做的 行路打道騰 為什麼呢 就是行路安全一點的公園裏面 行路一百步打道騰 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剛才醫生說 令到你日常的姿勢 回到中立的位置 令甘膜回到中立的位置 因為你上樓梯的時候 你出事 為什麼平路的膝蓋不會痛 一上樓梯就會痛呢 上樓梯的時候 膝蓋是比腳趾前的 現在行路打道騰 只不過是反過來 令到你的膝蓋是厚過你的腳趾 相反的方向 復健運動自己的甘膜 鮑魚踩也有用的 大家有興趣留言 我介紹一下鮑魚踩有什麼用 令到你膝蓋不痛的 不是擦你膝蓋 有另外一個偏方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 還有最後一件事 就是補充食療 補充Colagan 和所謂的膠原蛋白 是玻尿酸 因為整個金膜組織 組成部分是玻尿酸 這是我正在吃的東西 叫做 固辣殼 關鍵飲強化版 其實它是怎樣 這是台灣的產品 一枝枝飲品 我問負責人 為什麼會做一枝枝呢 沒有防腐劑 我喜歡這個東西 它是全素食的 沒有防腐劑 因為它如果做了一粒粒的軟劑 它就加上防腐劑 我寧願給多一點錢 就是喝這個 很好喝的 你當是energy drink 一日喝一瓶就可以了 補充最需要的什麼呢 玻尿酸 皮膚都會好些 它補充食的 它有專利的純素膠原蛋白 一樣都是補充你的膠原蛋白 令到你的筋膜是復健的 最重要的是玻尿酸 茶皮膚裡面很多都是玻尿酸 它還有美國專利的柯子 這個也是中藥的一種 我也是把購買的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試一試 如果膝蓋痛的話 除了做頭酸三個動作 你可以試一試補充 這些玻尿酸和膠原蛋白給自己的筋膜 你記住一下 膝蓋痛不是膝蓋 膝蓋本身是骨頭 膝蓋沒有痛感的 膝蓋痛其實是甘膜的關係 最重要是對甘膜好些 令它放鬆些 令它回到中立的位置 補充膠原蛋白和玻尿酸給它 你對它好些 它就不會投訴你的 它就會對你好些 今天分享了這幾件事 我覺得人和動物最大的分別是 我們會不斷地總結經驗 令自己更加聰明 其實我爸爸的經驗 包括我朋友的經驗 網友的經驗 都不停在這裡分享 希望在YouTube這個平台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我就將自己的經驗分享出來 去幫助有需要的病友 留言給我 例如你有膝蓋問題也好 醫療保險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分享 歡迎大家分享 留下留言之外 分享給有需要的病友 大家多多交流 祝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